今天是關心高雄企劃 事件 也發現說 地下酒化公算是暗貨危機 因為現在國界高度重視 經濟部今天跟高雄市政府聯手 他要用三五個月的時間 要來全民請求高雄地下酒化公算的安全性 第一次就來設定中酒化 到中油的地下公算來做檢查 拿探索機器 直接用地下酒化公算 這是正常 高雄大佈16後 高雄地下酒化公算的安全 也引起隔度重視 經濟部下公共市政府聯手進行調查 十五個月再到任務工業庫做實體檢查 我們就從那個電位值的判斷 看這個管線對於包覆方面是不是要做維修 像你們多久會檢查一次啊 呃 以我們公司規定的話 這每一條管線都是五年做一次檢查 一零九零左右 負一零九零MV 這是正常 比負八百五MV還更負 所以它是達於標準標準值裡面 這次酒化公算的差異 依照由林鄉酒化信的輸出 到中酒化接收的設備 以及運送酒化原料的 西村秉施的公算為主 那是有違法的狀態不好 會馬上要求改善 另外經濟部也表示 正在討論酒化 幸福的辦前幾月 第六酒化公算的信息 今天是要對外公開 也交由地坑各鄉市政府來決定 議員小貴鎮林 各鄉報道